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就跟一场演唱会有关 这是2012年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 西林浩特市的一起凶杀案 2012年7月25号 在西林浩特呀 有一场港台群星演唱会啊 我还查了查当时相关的资料 我看阵容挺强大的 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多帅呀 今夜你会不会来 我的爱还在不在 还有台湾特别出名的歌手台正肖 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了 但是这成名作太多了 像一千零一夜啊 999朵玫瑰啊 我早已为你种下 999朵玫瑰 还有潘美臣代表作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反正就好些个著名歌手 但是谁能想得到啊 有一个女孩 在看完这场演唱会出来之后 遭遇了厄运 7月25号开的演唱会 26号的时候 西林号特市警方啊 突然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有人呢 在市里的啊 一个拆迁的地方 算是一片废墟里边 发现了一具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 看上去这个女孩子呀 也就二十来岁 身上有好些个刀伤 受害人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衣服呢 完好无损的就扔在尸体旁边呢 这死者的头部啊 被人用一件上衣给盖住了 这报案人呢 是路过这儿的时候 突然看到的 根据报案人的描述 说没有人破坏过现场 那就说明 盖住女孩头部的 很可能就是凶手 随后法医 对受害人的尸体进行了检验 发现女孩生前遭到了性侵 咱们在节目下面 也会给大伙放出来 这个废墟的照片啊 可以说是断壁残垣 这废墟外边呢 有一面比较平整的 倒塌的那个墙体 在这个墙体上 沾有着大量的血迹 而尸体的位置呢 就是在那个 已经倒得差不多的 那破屋子里边 女孩啊 这左肺部 有两处这个致命的刀伤 导致胸腔大量的鸡血 脖子上还有很多细小的伤口 所以警方通过尸检之后 就做了一个推断 就认为女孩应该是被人用刀 给夹在脖子上了 强迫女孩自己脱下了全身的衣服 接着遭到了性侵 随后又惨遭杀害 这凶手是在把女孩害死之后 这才把尸体拖到了屋里 打算把这尸体隐藏起来 因为头一天晚上的下过雨 地面上啊比较湿滑 所以啊 就有一枚男性的鞋印 就保留下来了 这警方一看这鞋印啊 这花纹有点特点 是那种横着的条纹 还有点那种波浪纹 看上去这鞋应该是刚买不久 还比较新 因为你要穿的时间长了 这花纹印不了这么清楚 同时在这废墟里面 警方啊 经过细致的勘察 一寸一寸的搜索 提取到了十根毛发 经过鉴定 这毛发呢 不属于死者 那么很可能也是凶手的 这样一来 根据现场的物证 痕迹以及尸检结果 大致的一个过程 就能推倒出来了 一个歹徒 用刀逼着这女孩 来到了这处废墟 胁迫女孩自己脱掉衣服 然后实施性侵 在性侵过程之中 这女孩啊 在那儿激烈的反抗 最终歹徒用刀 把女孩残忍杀害 但现在最关键的一点 得查找师园啊 知道这个女孩 到底是谁 因为这个地方呢 距离开演唱会的 那个西林浩特城市广场 并不太远 所以警方就琢磨着 那么会不会 这个女孩子 是看演唱会的 那么从这方面 来进行一个调查吧 经过细致调查 警方最终确认 遇害的这个女孩呢 咱们叫小红吧 随后啊 就把这小红的朋友们 就都叫过来 具体的扫听扫听情况啊 朋友们就说呀 哎呀 这昨天晚上 咱这儿不是办演唱会吗 小红呢 就跟我们约好了 一起去看 本来呢 他提前也没买票 说到现场买 到了现场 也没买到 我们有票 我们就进去看了 就他一个人 孤零零的 就在演唱会的外边 昨天不是下雨了吗 这演唱会是露天的 开到中途 也就取消了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还看见小红 还等在外边呢 就说一块去吃饭吧 后来警方 及时调取了监控摄像头 所拍下的监控录像 证实朋友所言不虚 这监控摄像头拍到了 晚上九点左右 小红跟朋友们呢 到了一家饭店 吃着饭 吃完饭以后呢 大伙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呗 因为每个人住的地方 都不一样 方向也不一样 这么着 大伙从这儿就分开了 从这儿以后 这小红可就失踪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节点 来推算的话 那么小红 是一个人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不测 警方呢 又仔细的观察 案发现场 就有民警注意到 尸体的双手 是被捆住的 两只手 是被他自己的裤子 捆在了俩腿的外侧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捆绑方式 咱们包括看影视剧 一般情况之下 那是捆到背后啊 那为什么要捆在这双腿的外侧呢 有人就说呀 这种方式 其实是屠宰羊的时候 常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防止这羊起身在跑了 那蒙古嘛 最好的就是羊肉啊 所以当地甭管是养殖 还是这个屠宰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发达的 根据这个特点 民警又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凶手很有可能是一名屠宰工 或者是有这种饲养羊的工作经历 就在案发现场附近呢 还真有好几个羊肉屠宰加工厂 那么这凶手会不会是附近屠宰场的工人呢 顺着这个线索 警方啊就接着调查 通常查的思路 就是在这些屠宰场工作的工人啊 包括经营者 有没有犯罪前科呀 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啊 有没有突然失踪啊 这种情况 果不其然 有一个人情况不对 就在警方调查的时候 这个人呢 突然就跑了 班也不上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连夜跑路呢 这肯定是心里边有鬼呀 没过几天 就把这个人呢 给逮住了 这个人呢 已经躲到了草原上 一户牧民的家里边 开始筑起蒙古包来了 那么 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作案凶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排查出来有一个屠宰工 这人不对劲 就在警方调查的时候 突然就跑了 你要心里边没事 你为什么跑啊 几天之后 警方找到他了 他呀 早就藏在了 这牧区里边的 一户牧民家里了 这个人叫王刚 把这人抓获归案之后啊 提取他的DNA 与案发现场那凶手留下的毛发的DNA 进行比对 这比对得有时间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警方啊 也不断的在调查这个人的情况 后来就发现 这个人呢 居然是一名网上十多年的再逃犯 嘿 这一下一举两得 不过 等这鉴定结果一出来 没比重 这就是说 这个叫王刚的屠宰工 不是奸杀小红的凶手 甭管怎么说吧 尽管这个案子没能破了 但毕竟抓到了再逃十多年的逃犯啊 这案子没破 那接着查呗 警方就发现呢 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反常的地方 这个反常的地方可能是接下来啊 能让警方取得重点突破的一个细节 这细节咱们一开始就说了 就是女孩全身是赤裸的 可脑袋被自己的上衣盖住了 为什么这么做 警方就开始分析 凶手这么做 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会不会 是这个凶手啊 本身跟受害人就认识 这受害人死了之后 他害怕 他怕这受害人看他的眼神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呢 就开始调查小红的社会关系 可是 经过详细的排查 这个姑娘啊 在生前 是特别的乖巧懂事 社会关系特别的简单 查来查去 没有可疑对象 难道说 推测错了 这凶手 不认识小红 这时候啊 警方 还是在坚持自己的判断 凶手在女孩死了之后 还把她捆起来 还用衣服把脑袋给盖住 一定是因为俩人认识 在凶手的眼里边 这女孩是必须要死的 为什么必须要弄死她 因为如果她还活着 一定可以把自己给认出来 所以啊 有一路人马 就还是继续排查 小红的社会关系 从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 另外一路人马呢 就负责调查 小红生前经过的 所有街道的监控录像 哎 负责视频监控的民警 发现可疑的地方了 在他们吃饭的 那饭店门口的监控里啊 就看见这小红 跟朋友分开之后一个人 从饭店门口就准备回家 随后过了八分钟 就到了下一处监控摄像头那 那是一个药房外边啊 人装的这摄像头 接下来呢 就又从这接着往家的方向走 到了下一处监控探头那 这是一个旅馆外边装的 距离啊 跟上一段 那两个摄像头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但是上一段距离用了八分钟 这一段距离用了三分钟 一样的距离 步伐一样 速度应该差不多呀 为什么在上一段路程里 小红多用了五分钟呢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啊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小红停下来 耽误了几分钟 各位这是细节 这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细节 可就是这个细节 成为了本案破案的关键 最终啊 警方呢 在视频里 找到了当天晚上 同一时间段 走在小红后边的 一位阿姨 这个阿姨 提供了一个线索 阿姨说呀 那天晚上下着雨呢 我就记得前边啊 有一男一女 就站在雨里边 也不在那聊什么呢 随后经过阿姨辨认 就看这照片 证实其中 这一男一女里边的 这女人 就是死者小红 和这小红 多出来的这五分钟 是跟一个男的 在那聊着什么 那么这个男的 就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了 要说起来 这位阿姨是真给力啊 记性也好 眼力也好 又在其他的监控里面 认出了这个陌生男子的身影 从监控视频里就发现 这个男的呀 一直尾随在小红身后 直到走出了监控 能够看到的区 既然锁定嫌疑人了 现代的刑侦技术手段 足以捕捉到他的身份 很快就查清楚了 这个人呢 姓赵 叫赵涛 住在市内北煤矿家属区 他被锁定之后 警方呢 立刻就对他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赵涛啊 就是在草原牧区长大的 屠宰牛屠宰羊的各种各样的手法 方法熟极了 而且呢 这赵涛 他的本职工作是个货车司机 他跑车的这路线呢 就经常会路过 这小红尸体所在的那一处废墟 最终 把赵涛控制起来之后 经过DNA比对确认 这起奸杀案的凶手 就是他 那赵涛 到底跟小红有什么关系啊 他认不认识小红呢 赵涛说呀 7月25号晚上 他也知道 有这明星演唱会 他就去城市广场了 也想混进去 看演唱会去 但人门口保安查的严呢 他也没票啊 进不去啊 就在外边闲逛 小红不也在外边呢吗 这么着 这赵涛跟小红啊 来来回回的 哎 就遇上了这么两回 第一回呢 小红没票进不去 一个人在广场边上 在那哭呢 伤心呢 难过呀 赵涛啊 在旁边看见了 就过来搭讪 啊 小姑娘 怎么了 怎么哭起来了 这小红又特别单纯 对这赵涛也没防备 看不了演唱会了 没买到票 哎呀 这有什么呢呀 看不了就看不了呗 回头看电视那不一样吗 还比演唱会看得清楚呢 随后啊 这赵涛就走了 第二回就是小红吃完饭 独自回家的时候 这赵涛又看见他了 又上去搭讪 哟 小姑娘 怎么了 这时候回家呀 回家 俩人呢 就聊了这么一会儿 这就是那个阿姨 看到一男一女 交谈的那个场景 根据赵涛说呀 第二回呢 他跟小红搭讪的时候 就提出来 想让小红 跟他去玩一会儿去 但小红拒绝他了 随后 小红就往家走 赵涛呢 就在后边尾随着 在不远处 就有那处人烟稀少的 那个废墟 那拆迁的宫地 在这个地方 赵涛拿出来刀子 可就控制住了小红 随后带到这个地方 对小红实施了性侵 由于小红挣扎的很厉害 赵涛呢 也怕回头一报警 这小红跟民警一说 再把自己抓着 于是残忍的 就把小红杀害了 为什么一定要杀害小红 他说了 这一晚上 我跟他不止一次打过照面 他肯定记住我长什么样子了 而至于 为什么杀害小红之后 用衣服盖住小红的脑袋 他说呀 他杀了人之后啊 也害怕 再加上有点迷信的思想啊 就想着别让他看见我啊 别让他回头 再找我寻仇 最终这起案件 在案发四十天之后 警方成功缉纳凶手 这起案子半截之后啊 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女孩啊 还是太单纯 太老实了 整个过程之中 竟然没有喊救命 周围那路也不偏僻 还有很多车时常经过 只要他喊出声来 一定会惊动别人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 事情就是这样啊 没有也许 在这儿呢 也是提醒 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女孩子 天黑的时候 偏僻路段的时候 尽量不要一个人行动行走 对于陌生人的搭讪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今天咱们要说的 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医学家 以及他曾经制造的 一起黑人奴隶实验 那么有趣的是 人们对于这位医学家的评价 一直是有着天壤之别 有人骂他毫无人性 丧心病狂 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还有人呢 却把他当作圣人一样 供奉起来 怎么个供奉法呢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 哥伦比亚市 州议会广场西北角的 一块空地上 矗立着一座雕像 这个雕像上 眷刻着一行字 写着 马里昂·西姆斯博士 现代妇科之妇 然而谁又能想到 在这冠冕堂皇的 这个称谓的背后 却暗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 毫无人道的勾当 以至于有位记者 后来在自己的一本著作当中 毫不客气的把这位医生 称作是屠夫 一个是现代妇科之妇 一个是屠夫 这两个相差如此悬殊的称谓 让我们不禁好奇了 这位医生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他为什么既会被称为屠夫 又会被一部分人 供奉的高高在上呢 这个让他名声大造的 所谓的黑人奴隶实验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这场饱受争议的实验 以及这个实验的主持者 马里昂西姆斯 这个人全名的叫做詹姆斯 马里昂西姆斯 他是一个相对来讲 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个人物了 1813年在美国出生 他的父亲是南卡罗来纳州 北部的一个叫做 兰开斯特县的一个县长 母亲是个全职太太 另外呢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四口之家 其乐融融 那从父亲这个职位上来看呢 家庭条件应该也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身为县长的父亲 教导有方 西姆斯呢也十分上进 所以从小 这个西姆斯就品学兼优 当时靠着自己这个努力 自己的本事 再加上父亲的一些关系手段 这个西姆斯就顺利的进入了当地的一个很好的医学院 叫弗兰克林马歇尔学院 在这儿接受了最好的医学教育 随后在这儿毕业 又进入了查尔斯顿医学院和杰斐逊医学院 相继学习了一年零三个月 接受了更高层次的医学教育 那最终学业完成 进修完成 成功的当上了一名妇科医生 其实按照当时他爹的这个本事啊 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安排到一个 能挣大钱或者很有权利的一个岗位 但是呢 这个西姆斯这孩子还挺有出息 他不想总是依靠自己的父亲 一心的只想继续发展这个医学方面的专长 况且当时那个社会呢 医生这个职位啊 也是很不错的 挣的不少 还受人尊敬 所以最终父亲还是顺了儿子的心意 但是呢 就在这个西姆斯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1835年10月份的一天 西姆斯接诊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位病人 这是一个怀胎七月的妇女 她声称自己这个肚子疼得厉害 感觉什么什么地方不舒服 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等等等等 那说完了解完病情之后 西姆斯就开始施展拳脚 用自己所学的这个知识 给这名妇女看病 但她自己是万万没想到啊 她本来以为自己接受过的这个最好的妇科医学教育 这专业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 完全能够把这个妇女给看好 结果没想到后来自己一顿操作失误 直接导致这名妇女腹中的两名胎儿 死在了她的腹中 这下可好 第一个病人就给人治死了 那以后谁还敢来找他看病 那么出事之后呢 这个年轻的西姆斯 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生育 就当时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 贿赂了这个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让他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事给说出去 然后就火急火燎的 辞了职 驾着自己的这个马车 逃离了兰开斯特 在经历了三周的颠沛流离之后 他逃到了阿拉巴马州 并且在当地的一个医院 找到了一个实习医生的岗位 在这个医院呢 他给两位医生当学徒 这两位医生都是经验老道的 一个叫卢卡斯 一个叫切尔德斯 其中这个卢卡斯呢 还是一位政治家 而且这个人啊 极其热衷于购买黑人奴隶 据说他的家里啊 有多达两三百名黑人奴隶 那么这个西姆斯后来 之所以做这个黑人奴隶实验 其实当时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受到这个卢卡斯医生的 这个观念影响 那另一位这个切尔德斯医生 这个就相对正常一些了 他呢 是一个老派的乡村医生 在治病救人方面 是欧心力血 在群众当中口碑非常不错 很厉害的一个人 那么有一天 这个西姆斯啊 就照常来到这个医院里工作 正好就碰见自己的师傅 这个切尔德斯医生 正在给一位病人进行治疗 但是呢 西姆斯惊讶的发现 他使用的这种治疗手法 自己从来都没见过 那当时这个切尔德斯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 他用的其实是放血疗法 用这个办法来给病人治病 并且在接受了这个放血疗法之后啊 这个病人马上 他就有了明显的病情好转 那么其实学医的朋友应该都了解 在那个时候这个放血疗法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稍有不慎 就会直接治人死亡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他在生前身患重病 有一次非常严重 发热不止 喉咙 疼痛难忍 于是呢 他的私人医生 就给他采取了这个放血疗法 那放了一次以后 发现不见好转 于是呢 就继续又放了两次 而最终 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这个力度 在失血多达2.5升之后 华盛顿一命呜呼 因此啊 这种方法 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医学实践当中 是很危险的 很难被完全的掌握的 那么西姆斯当时 他在看到切尔德斯 使用这个方法之后啊 感到非常厉害 想学 就苦苦哀求他 想把这个方法传授给自己 那切尔德斯呢 这是个好人啊 他确实发现这个西姆斯虚心好学 人也聪明 于是呢 就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面 把这个放学疗法 以及自己学到的这个毕生的医学知识 全都交给西姆斯了 您还别说 有了这样的一位好老师 接下来 西姆斯还真的就把这些技能都给用上 都给学会了 简断揭说 当时学成以后呢 曾经啊 就有这么一位饱受腹部肿囊折磨的病人 来到医院看病 求医生赶紧给他治好 当时呢 西姆斯 他就接诊了这个病人 那西姆斯三说了 他是得到了这个切尔德斯的真传啊 他就用所学的一些知识技能 给这个病人看病 结果末了真的给看好了 这个病人非常的高兴 恢复以后呢 非常感激 那为了报答西姆斯 他就开始大肆的宣扬 说这个西姆斯医生啊 医术精湛 非常厉害 再加上这个西姆斯呢 确实也是有能力的 后来确实也治好了不少病人 所以从那以后啊 他的这个名声 开始广为传播 他一下子就成为了 当地很有名的医生之一了 所以说呢 渐渐的 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来找他看病 不过相对的最早 当年被西姆斯致死的那两个婴儿那件事 却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应该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随着西姆斯的名气日渐高涨 他也积攒了一笔钱 在一段时间之后 他花了200美元 买下了切尔德斯医生的诊所 切尔德斯就此退隐江湖 西姆斯开始自己出诊治病 那最开始呢 他主要是治疗一些 像是痘鸡眼啊 兔唇啊 或者马蹄足啊 这样的一些疾病 但是渐渐的 毕竟他是妇科医生嘛 专业是妇科 只不过呢 因为当年第一次的失手 一直不敢再加以施展 那么现在日渐有名 他这个信心呢 也回来了 所以渐渐的 他又开始重操就业 开始治疗这个妇科方面的 疾病 那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他展开了对黑人奴隶的 治疗和研究 那么有人可能好奇了 说这个黑人奴隶 怎么可能跟这个妇科 挂上关系呢 在这儿 咱们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时这个美国南部的社会情况 那个时候呢 在18几几年 19世纪初期 美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南北内战 当时他所在的这个阿拉巴马州这块呢 他是属于美国南方 美国南方 咱知道当年那是奴隶制庄园经济 最繁盛的地区 那对于白人奴隶主来说 这种在这个阿拉巴马的 做这个奴隶主庄园的这样的生活 那就像是田园木哥一样 既浪漫又惬意 但相对的广大黑人奴隶 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卢卡斯医生 他呢 就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白人奴隶主 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但他手底下那些200多个黑人奴隶 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不过呢 对于这些奴隶主来说啊 其实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因为在当时来讲 美国政府是禁止国际奴隶买卖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能从非洲 把黑人抓起来 再运到美国再卖出去 禁止这种国际之间的奴隶买卖 那既然如此 就得想一个办法 来增加这些黑人奴隶的数量 于是呢 很多这个庄园主 就让自己手下的 原有的一些黑人奴隶 相互结合交狗 生下后代 把这些孩子养大 再当做奴隶卖出去 在美国内部 让这个黑人生 生了之后呢 再互相交易 所以很明显了 当时这个女黑奴 俨然就成了生育机器了 这是非常可怕 惨无人道的一件事情 但偏偏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南方 这就真实的发生了 因此这些女黑奴 当时是非常非常抢手的 反而是能干的男黑奴 他不吃香了 那么理所当然的 这些奴隶主们 就开始更加关心 这些女黑奴的生理健康 毕竟 谁也不想 他们因为难产 或者营养不良 等等其他原因 而过早的死亡 毕竟对这些奴隶主来说 死一个 那就少挣很多很多钱 这就是西姆斯 在阿拉巴马州行医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 所以后来呢 在这个西姆斯名声大噪之后啊 不光是有这个 鸡眼兔尘的人来看病 更多的呢 其实是有一些 妇科疾病的人 那有一天 有一个白人农场主 他就慕名来到了 西姆斯的诊所 希望西姆斯 可以帮自己看一看 手下的一个女黑奴 刚刚生下的一个小婴儿 说这个婴儿得了一种怪病 出生之后啊 嘴巴紧闭 一声不出 脸上还带着一种 似笑非笑的表情 非常的诡异 农场主说 说这个情况 不是第一次出现 有很多女黑奴 生下的孩子都是这样 并且没多久就死了 那这个病呢 虽然说看起来 好像挺诡异的 什么孩子 嘴巴紧闭 不出声 似笑非笑 但实际上 这病搁的现在 非常好解决 原因很简单 这是因为这个黑奴 居住的环境太差 在这个接产的时候 不注意这个 脐带断裂处的 卫生情况 导致破伤风 杆菌侵入了 新生儿的体内 从而诱发了 新生儿破伤风 但当时这个医学手段呢 没有这么先进 这希姆斯 他哪知道 这个微生物 是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 那面对这样的病呢 他其实也不懂 也是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他只能是硬着头皮 就接下来了 然后呢 赶紧就去翻 这个相关的书籍 打算查一查 有没有这个前者的经验 但是很不巧 他发现这个病啊 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记载 这可怎么办呢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啊 接下来荒唐的一幕发生了 这希姆斯呢 也要面 他呢 就提出了一个结论 就开始瞎扯 说这个病啊 其实是贫穷 污秽 和懒惰 让这个黑奴 生下了这样一个 得病的婴儿 只要有什么呢 有高尚的思想 有足够的智慧 就能够免于 这种疾病的威胁 来说白了 在他这观念里 黑人奴隶 他这个体弱多病 并非是因为 物质条件低下 并非是因为 生活环境太差导致的 而是因为黑人 低下的道德水平 所以才有了病 而且更加搞笑的是什么呢 这个结论啊 竟然得到了这个农场主 这个奴隶主的肯定 表示这个医生说的 实在是太对了 您看这都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啊 只要希姆斯当时 稍微调查一下 是不难发现 这个疾病的真实原因的 因为这个情况 其实很明显 说当时这些黑人奴隶的婴儿 经常会得上新生儿破伤风 它的根本病源 是因为新生儿 经常是住在马厩里 这马厩里边 又是马 又是马粪 又是人的 这个马粪当中的细菌呢 飘散到空气当中 会就近感染这些婴儿 但是希姆斯 他完全不了解这一点 他也没有去做这个实地调研 就堂而皇之的 把这个病因 归结为黑奴 道德低下 受教育水平差 所以得了病了 但是话说回来 虽然说 希姆斯编的这套结论 得到这个人们认可了 但他总得做点什么 才能够真正的保住 自己这个名誉 于是呢 他就开始对这个婴儿 进行所谓的治疗 而且这种治疗方式 简直是惨无人道 什么办法呢 他用那种修鞋的钢锥 开发出了一种手术器材 拿着钢锥 去刺压婴儿的头盖骨 打算用这样的方式 重塑他们的颅骨 那重塑颅骨干什么呢 他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改善黑人头骨的 发育状况 进而改变黑人的 天生的智力 智力得到提升了 那么病自然也就好了 这不完全是胡扯吗 拿着钢锥 往这孩子脑袋里扎 这不是杀人吗 当时的确也有人质疑说 他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但是他说什么呢 他说既然我接诊了 那么我就拥有了这些可怜 而且无辜的孩子 并且有自由的权利 拿他们的身体做任何实验 当然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在他看来 意义十足的治疗手段 最终以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宣告终结了 但莫莲把这孩子都治死了 这西姆斯 却没有丝毫的愧疚感 他反倒感觉非常惋惜 并且把婴儿死亡的原因 都归咎于 孩子的母亲太过懒惰 因为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孩子才死了 不过呢 虽然说这个地方 他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西姆斯当时说的那些 对于黑人的理论 说因为他们这个道德低下 所以才生病的 这个理论 却得到了很多很多 白人奴隶主的支持和赞同 所以这事完了之后呢 来找他看病的人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越来越多 因为大伙都认为他说的对呀 认为这个大夫果然是厉害 果然是聪明 其实由此啊 也可以发现 当时的美国南部 对这些黑人 确实是有相当的偏见 那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可能也是从自己发明的 这个钢锥疗法里面 尝到甜头了 打那以后 西姆斯所谓的这个治疗手段 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 也越来越没有人性 在接下来的治疗当中 他把11位黑人女奴 当作自己的试验品 展开了一系列的 惨无人道的试验 那么西姆斯 在他们身上究竟做了 什么样的可怕的研究呢 这些可怜的女奴 到底是死是活 最终结果如何呢 西姆斯最终 为什么又会被一部分人 称为是现代妇科之妇呢 在上回咱们简单介绍了 西姆斯的前半生 先是学医 然后就业 但就业之后呢 第一个患者就给遭殃了 直接把人的两个孩子给治死 再后来呢 怕担责任 他就逃到了阿拉巴马州 在这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那么来到这之后呢 确实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并且运用知识 治好了不少病人 在当地是一举成名 但成名之后啊 这西姆斯似乎是有点膨胀了 对一些疑难杂症呢 不懂装懂 还发明了一种非常可怕的 钢锥手术 把很多黑人奴隶的孩子 都给治死了 但是呢 他编造的一套说辞 却引起了许多黑人奴隶主的共鸣 因此西姆斯的口碑啊 非但是没有变差 反而变得越来越好 有越来越多的奴隶主 都会把奴隶领过来 让他给看病 那在184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 有一个水果种植园的主人 火急火燎的来到西姆斯的诊所 恳请他去自己的家里 说家里有一个17岁的 叫做安纳查的黑奴孕妇 在生产过程当中 遇到了难产的情况 非常危急 所以赶紧请西姆斯过去给救治 而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幕将会成为医学史上的一段 黑得发紫的黑历史 他们更不会知道后续的发展 虽然奠定了西姆斯 现代妇科之父的地位 但也让他在百年后 饱受指责和唾骂 说当时西姆斯在到场之后 打算用这个产钱助产的方式 帮助这个安纳查这个黑奴生产 什么叫做产钱助产呢 说白了 就是用一种工具 这工具叫产钱 用这个产钱这个东西一点点的 把这个婴儿从母亲体内给拉出来 这个西姆斯啊 毕竟他是妇科专业 这些东西呢 他还是会的 所以不由分说 直接用这个产钱 夹住了婴儿的头部 打算把他轻轻拽出来 但是啊 可能也是这个 这个安纳查的体质比较差 也可能啊 他自己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有一点失误 总而言之啊 忙活一番之后 手术失败了 这孩子没活下来 不仅如此 这个母亲安纳查 也因为这次手术 落下了非常严重的病根 因为他在这个手术当中呢 受到了这个伤害嘛 就使得他在这个阴道和膀胱之间 出现了一个异常的通道 撕裂开了这么一个通道 本来说这个阴道膀胱 这两者之间呢 没有任何联系 他是不互通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西姆斯的这个产前铸产 却一不小心 在安纳查体内 这两部分之间 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这非常严重 导致这个尿液 经常会从这个口子 流到阴道里 那么这种病叫做阴道膀胱漏 这个病的时间一长 疼不说 阴道长期被浸泡在尿液里 光是那个味道啊 就难以形容 隔着好几米 就能够闻到安纳查身上 这个恶臭味 那这下可好了 这黑奴 孩子没生下来 还病了 还不能用了 所以说对这个 种植园主人来说 还损失了这么一个女黑奴 所以对他来讲 那是损失惨重 不光是医药费 得一分不少的掏 还得花一大笔钱 再去买一个女奴回来 那再看这西姆斯呢 他却并没有因为这个失败 而感到难过 相反 他认为自己啊 通过这次失败的这个手术 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伤机 什么伤机呢 西姆斯他住的这个城市啊 是阿拉巴马州的首府 叫做蒙哥玛利 这个地方呢 很富裕 很多人家里都有黑奴 那根据他的这个统计 他发现大部分女黑奴 都患有这种膀胱阴道漏 这都是因为 在铸产的时候 人们随便操作导致的 他就想 假如自己能够找到 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那肯定能够赚的是盆满钵满 到时候人们肯定是排着队的 来请自己给治病啊 于是他一拍大腿 决定接下来 要干的事呢 就是要先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 说干就干 他在这个自家后院里 搭起了一个小木屋 作为手术师 同时买下了 包括安纳查在内的 11名患有这种疾病的女黑奴 作为实验对象 他决定 通过这个人体实验的方法 来找到治疗疾病的手段 其实呢 话说回来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 也并不是说 没有人研究过这个 阴道膀胱漏的这个治疗办法 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绝大多数医生 都有难言之隐 不论怎么说 那个年代 那时候那人们 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开放 绝大多数的 从事妇科的男医生 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往往都是 极力的避免去检查 女性的私密部位 如果实在没办法了 他们通常会单纯的 用这个触摸的方法 那这种相对比较优雅的方式 去摸着检查 而不会选择去用眼睛看 由此可见呢 社会原因 其实在当时来讲 是妇科发展的一个 非常大的障碍 但是咱们这主人公 希姆斯他就不一样了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对这个治疗妇科疾病啊 表现出了极为罕见的热情 他也不管什么 绅士不绅士 优雅不优雅 毕竟在这个前面前 脸面不算什么 所以当时他就买下了 这11位患有阴道 膀胱漏的黑人女奴 作为实验对象 而这个黑奴们 在理论上 在当时来讲 都是这个奴隶主的私人物品 他们没有这个选择权 也只能够接受这些实验了 而且比较悲哀的是什么呢 这11位女黑奴的全部的名字 我们到现在都不清楚 西姆斯唯独在这个手术记录里 留下了其中三位女奴的名字 除了刚刚的那个安娜查之外 还有两名 一个叫贝西 一个叫露西 那这些奴隶呢 当时都是青少年 你想安娜查 当时只有17岁 他们往往156岁 一旦能够怀孕了 能够生了 就让他们开始进行交股 很没有人道的 那么起初呢 这些可以说是小孩们了 他们还以为 自己脱离了这个劳动 日子肯定会好过起来 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呀 想法都还比较天真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脱离奴隶主之后 来到西姆斯这儿 接下来面临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惨无人道的对待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西姆斯完全舍弃了 固有的医学观念 也不管什么 绅士不绅士 他开始直接用眼睛 检查这些女奴的下体 而且为了方便观察 他让这些女奴 跪在手术台上 让他们臀部稍微抬起 双手住在膝盖上 那么这种姿势 被后人称为西姆斯体位 不仅如此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面 西姆斯开发了多达71种 便于进行试验的器械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 要属阴道窥气 这是一种看起来像是鸭子嘴的一个小仪器 它的作用很简单 可以把阴道撬开 方便医生进行观察诊断 这个东西到现在都还在被使用 那么因为西姆斯呢 也是实在不愿意伸手 直接去这个女奴下体 去里面检查 所以当时才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也确实相对来讲 保障了女奴下体的这个卫生 而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呢 就是西姆斯对每一个黑奴 重复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时候 渐渐的摸索着发明的 在这11个人当中 最为可怜的要属那个安娜查 光是根据可查的记录 就已经显示 她经历了30次痛苦的实验 那这些女奴因为得病的原因 下体往往是恶臭难闻 再加上这个隐藏的伤口 跟阴道的这个脆弱程度 每次西姆斯把这个阴道窥气 塞进他们下体的时候 那种剧烈的疼痛感 可想而知 每次这个剧烈疼痛 都会让他们无法忍受 浑身抽搐 必须得有人死死的 把他们摁住 才能够保证这个实验 顺利的进行下去 说这种疼痛 强烈到了什么地步呢 从西姆斯的实验记录当中 可以窥探一二 比如有一句这么写的 露西受到的疼痛实在太大了 她一直浮在地上 我以为她要死了 不过当她完全恢复之后 在她身上 我又开始了实验 再比如还有一句 露西今天状态很不好 她已经连续三次抽搐的 摔到了手术台下面 实验暂时结束吧 那么这些语句 其实很明显的可以反映出来 这些女奴在实验当中 遭受到的巨大的痛苦 那么说到这儿啊 有一些学医的朋友 可能就会感到好奇了 说那个年代 那个麻药 不是已经发明出来了吗 那为什么 他们还会这么疼呢 这个很简单 因为西姆斯做这些实验 都是在没有麻醉实验对象 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1845年 麻醉剂确实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但当时医学界呢 对于这个麻醉剂 其实也是一个 褒贬不一的一个态度 因为麻醉本身 它也是有风险的 而西姆斯呢 他可能也是完全不在乎 他认为啊 他这手术 没有必要进行麻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西姆斯 他这个想法比较扭曲 他认为黑人女性 对疼痛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天生的耐受能力 别人觉得很疼 他觉得女奴们 应该不会感到疼 因此他认为 对女奴进行实验 不需要麻醉 但是呢 这个狡猾的西姆斯 却在手术之后 给这些女奴们提供鸦片 表面上 是为了缓解手术 带来的痛苦 但实际上呢 是为了让他们 对鸦片上瘾 从而更好的 控制这些女奴 减少女奴们 对于手术的抗拒 不仅如此 西姆斯甚至坚持认为 手术之后的两周 只要给他们 极少量的食物 水和鸦片就够了 那么可想而知 在这样极其错误的 指导思想之下 他的实验 一定是很难很难成功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面 西姆斯还经常会 邀请一些同僚 来参观他做手术 不过呢 随着这个手术的数量 还有失败的案例增多 他也感觉不好意思了 也不让人看了 开始单枪匹马的作战 那要说外界没有人 有这个反对的声音吗 其实也有 光是他的家人 就多次劝他 赶紧停止这些手术和实验 但是此时 西姆斯已经丧心病狂了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可以说此时 他俨然成为了一个科学怪人 成为了一个弗兰肯斯坦 疯狂的进行着各种 所谓的科学实验 那么也正因此 最坏的结果 还是来了 这个只有17岁的 可怜的安娜查 在经历了最后一场手术之后 死于反复手术的细菌感染 但是西姆斯 仍然不为所动 随便的把尸体处理之后 就匆匆了事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肯定会感觉 这个西姆斯 简直就是一个 一无所知 一无是处 一事无成的混蛋 但是客观上来讲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严谨 即便他再疯狂 再残忍 他毕竟也受过最好的医学教育 他的知识也不是白学的 实验进行到1849年 有一天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中 他突然发现 缝合的时候 银线要比常规的长线 能够更好的缝合伤口 并且能够避免这个伤口再度感染 由此 这才真正确定了 阴道膀胱漏的修补方案 使用这个银线来修补这个膀胱漏的地方 从而把这个裂口缝合 阻止尿液再流过来 如此一来 这些女奴们也终于摆脱了漏尿的尴尬 所以最终 在经历了四年的惨无人道的实验之后 他们终于再也不用忍受没有麻药的手术了 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 毫无疑问 相比死去的安纳查来说 这些人当然是幸运的 而在这之后 因为有了成功的修补技术 西姆斯也成功的治好了越来越多的女黑奴 并且开始接收白人的女性病人 紧接着 在无数的成功案例之后 西姆斯在医学期刊上公开了自己的发现 她的技术也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采用 但是对于自己以往所进行的残忍的人体实验 她却只字不提 并且后来还在个人自传里 把那些帮助她进行实验的女黑奴 描述为坚毅果敢的白人女性 不用说 这都是因为种族歧视的观念 在她的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的原因 就这样 这11位悲惨的可怜的女黑奴 从此被隐姓埋名 在西姆斯发明出阴道膀胱漏的治疗方法之后 她又移居到了纽约 开了一个更大的妇科医院 继续研究妇科疾病 直到1883年病逝 其实西姆斯在美国的名望 起初的确是非常高的 她一度被誉为妇科之妇 是妇科医疗界的先驱 就连法国的欧然尼皇后 都希望跟她见上一面 在她发明的妇科技巧 妇科器械当中 有不少知道今天 人们还在使用 比如 西姆斯最早为了检查女性阴道 而发明的阴道窥气 再比如妇科检查的体位方式 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西姆斯体位等等等等 而且有一说一 她开创的这个漏管修复手术 的确让饱受阴道漏疾病的女性 有了正常生活的机会 这种疾病 在此前一直是无解的 因此很多人是非常敬重西姆斯 节目开头咱们也提到了 在她曾经工作的地方 能看到她的雕像 但是近十几年来 随着美国种族平权运动的兴起 西姆斯那种违背道德伦理的实验方式 再一次被后人扒出来了 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毫无疑问 那些实验对象所受到的痛苦 是不言而喻的 整整四年都要承受切骨的折磨 可以说西姆斯的成就 是建立在剥削黑奴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黑人站出来 要求停止对西姆斯的崇拜 推倒雕像 还世界以真相 而最终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那座矗立了84年的西姆斯雕像 在2018年被移除了 但是无论西姆斯究竟是不是一个 纯粹的种族主义者 一伙他到底为妇科发展 做出了多大贡献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真正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是这背后曾经遭受过无限的痛苦 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 十一位黑人奴隶 如果没有他们存在 恐怕这位西姆斯 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吧